你回来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春雨上班去了 然后我爸出去喝酒去 喝酒跟谁啊 还能跟谁啊 汪叔呗 汪叔亲自过来叫做他 非要让我爸去给他拍两张照片 我说呢 刚才路过小卖部灯还是黑的 你说这汪师傅也是啊 都六十岁的人了 还那么喜欢张罗 你看什么呢 摄影杂志 行了 你就放心吧 我爸心里有数 不会喝多 行 那我回屋歇着了啊 慢慢看 等会儿 老苏 这是芙兰花送给你 这代表着拿着啊 这代表着毅力 不畏艰难追求丰富的人生 这是芙兰花的花园 谢谢 谢谢 老苏 这一趟我不需辞行 敬你一杯 你少喝点 多吃菜 我先看 来 我昨天想了一页 我觉得你说得对 搞艺术的人 先学做人 如果对自己都不负责任 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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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 少喝点 少 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 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负责任的男朋友 他们 都打着艺术的幌子 你 其实我觉得找男朋友啊 你的条件很好 我个人觉得呢 第一 我们要看重的是这个人的人品 第二才是他的才华和能力 知道吗 相信这么好的条件 很好找啊 我条件好吗 好啊 年轻 又有学历 是吧 又有文化 长得还漂亮呢 那我问你 如果你没有结婚 你会选择我的吗 不敢回答吧 不敢说吧 不敢说吧 你会来 都没有想到你真的来了 哎呀 怎么会不敢来呢 你又不是老虎 是这样 回北京的火车票 我给你买好了 明天早晨呢 你就是在赶我走吗 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看我们这儿呢 是个小县城 地方也不大了 该去的该抓了 你也都去了 没必要在这儿耽误时间 耽误 我在这儿是耽误的 你不能再喝了呀 你别再喝了 你怎么了 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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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包烟 奇怪了 今天怎么关门这么着 来 你说你这个姑娘 让你少喝少喝你 来来来 来来来 您坐这儿坐这儿 啊 十会儿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 明儿还得搭火车 早点休息 你不就想早点回家吗 怕我吃了你啊 你还带相机呀 给我拍张照片吧 嗯 你看你这儿的灯光 还有不景 不太合适 改日吧 好吧 光线和背景都是此业的 拍我啊 我而主要的 给我拍张写真 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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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么大人了 用影像记录下美好的青春 不是特别正常 吗 我觉得你是最适合的摄影师 不是 你不是说创作就要心无旁骛吗 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创作模特怎么了 难道我不好看吗 没有 好看好看 难道我身材不美吗 童谜 不是你这样时间真的不走 你明天还得干火车啊 好 老苏 跑哪儿去 你往哪儿走 老苏 你跑什么 你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你早点休息 老苏 老cen 老方 老田 乱 48 怎么才要回来呀 几点了 是不是你喝酒的 你睡得美了 年纪也不小了 就少喝点酒 今天淳于还跟我商量呢 让你去医院啊 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我的身体好着呢 他坐那儿干什么呀 赶紧睡觉啊 我去洗洗 洗洗 快洗啊 老师 上师 快去洗吧 小姐 我可以帮你 好的 教授 食物是注意帮小姐吗 不是 嗯 有卫生书的先生 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 谢谢啊 谢谢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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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月儿 来了 有什么家里不能说 叫我们到这儿来 来 坐坐坐 咖啡都帮你们点好了 我的 这不找你们来 有事想跟你俩商量吗 什么事啊 说真的啊 我觉得我爸呀 最近气色不太好 你说是不是身体 有出什么问题了 是啊 我这昨天还跟美风商量呢 咱要不给爸做个体检吧 就是啊 去医院检查检查 心里踏实 你先给我安排安排吧 说得容易 说服老爷子去医院多难啊 你们看这么多年 不管大病小病全挨着 就不爱去医院 都跟孩子一样 就是啊 他这年纪越大呀 脾气性格越倔 我妈也得骗他去呢 怎么骗呢 姐 你是当医生的 你才好啊 对呀 其实吧 我倒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看 美风你得好好配合 您好苏老师 你等等 我 我看哪一个 苏老师您看我就行了 我问什么您就回答我就可以了 请问您这些美轮美奂的那个照片 到底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美轮美奂吗 对啊 我就想问一下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就是拿照相器咔嚓拍上来的 那您就是凭着自己的艺术感觉创作出来的 那您能跟我们讲讲您的艺术感觉到底是怎么培养的 我没有培养啊 那个大家停一下啊 稍微停一下 苏老师是这样的哈 我们这次呢做的是专题采访 为了您是要上电视的 所以说您在回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呢 麻烦您说话的时候稍微严谨一点 内容呢稍微丰富一些 我不严谨吗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我们不是那意思 就是让您啊 别他问你一句你答一句 他问你十句你还是答一句 你是主角 我们得突出你啊 好 记者同志 我跟我爱言说几句好吗 好 老苏 嗯 别紧张啊 你呢就当着跟记者聊天 你就当他是想学手艺的 你就叫他们怎么拍照吧 怎么拍得越美越好啊 这点是你拿手的呀 叫他们拍照片啊 对呀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好 苏老师 咱们继续吧 继续继续 好 那个苏老师 您那个观众朋友们讲一讲 一张好的照片 到底是怎么拍摄出来的呢 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 其实就是一个字 用心 用心啊 您所说的用心 到底是怎么用心法呢 呃 你看啊 一张照片 就是一张纸啊 就是一个图和底的关系吧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面的人和景 对吧 这个底就是背后的故事 背后的事 是这意思吧 你懂吧 你看啊 你看我举个例子啊 有时候经常我给你们拍照片 这个人往这一坐 我跟我现在一样紧张 紧张 紧张 他这一紧张嘛 他就没有状态 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呢 我就跟他聊天 我就让他高兴 我就让他嘎嘎乐 我就逗他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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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一乐的时候 我咔嚓 我抓住这一瞬间 我给他拍下来 很生动 也很好看 也带有微笑 就是这个意思 原来是这样啊 那风光照片呢 和人物摄像 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一样 这怎么能一样呢 这人是活动的 这宫井嘛 它是固定不动的呀 你可千万不能把它 他当成固定不动 当成死的呀 你别看这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 它是有生命的呀 它是有变化的 你看啊 这个这个 日出日落有变化吗 一年四季有变化吗 刮风下雨下雪有变化吗 它都是在变化当中 实际上它是有生命的 它是有情感的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老朋友 一样去对待它 看它这种情感的变化 你用心 然后咔嚓给它拍下来 就是好照片 说得太好了 谢谢 谢谢 感谢苏老师 太好了 好了 今天讲得真好 我都崇拜你了 是吗 不 你提醒得好 你这肚子里没货 我再提醒也没用啊 还是我们家老苏最棒 一会儿回家洗个澡呗 洗澡干嘛呀 你说干嘛呀 是老夫老妻的了 是老夫老妻的了 今儿也累了 生气了啊 行行行行 一会儿就洗 不用了 不用了啊 还老夫老妻呢 你结婚前怎么跟我爸说的呀 要一辈子对我好 呵护我 爱护我 到现在动不动就是老夫老妻了 一点都不浪漫 哎 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 不是不算数 我呀 这不岁数大了吗 力不从心啊 那力不从心 你也不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啊 去医院做做检查呀 检查什么呀 全面体检 你的身体啊 健健康康的我才放心 这要求不过分吧 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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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儿咱就检 把裤子脱了 我脱裤子啊 不脱裤子怎么差起来线 真脱啊 脱 真脱 我脱 真脱 哎呀 哎呀 行不行啊 要不要歇会儿 哎呀 行了 爸啊 各项指标都正常的 身体保养得不错 哎呀 疼得我都劈了腿了 这事你放心了吧 什么叫我放心了呀 我这是为你好 行了 你要是不乐意啊 以后我懒得管你 别 你得管 你知道管得我死 那 你俩能不能注意点印象啊 治医院啊 拿着吧 上班去了 谢谢啊 程业 慢点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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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万良 苏师傅 不是 怎么个意思 拍照啊 等等等等 我站好 我站好 行吗 好 苏 苏师傅 我们先去的照相馆 听说您生病了 所以呢 我就带着媒体的朋友们 过来到医院探望你 一呢 是表达县里领导 对您的慰问 二一个呢 也是表彰您对我们县之前 组织的贡献 您的摄影作品呢 在全国这个摄影界啊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现在有很多的旅行社 都在向我们县打听 旅游资源的情况 您啊 鞠躬致培啊 不是 不是不是 我不是来看病的 我是来体检 特意提肌安检 老婆逼我来的 体检 体检也好 好好体检 检查身体 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为我们县旅游事业 组织更大的贡献 不是 陈主书记啊 您说的又错了 我真是来体检的 我得让家里人放心啊 尤其是得让俺媳妇放心 要不然她整天得不得 我受不了啊 蔡说了 我一个照相呢 我能给县里做什么贡献 咱就是个手艺人啊 要说做贡献 得您呢 只不过是呢 我拍的照片 如果说人民群众喜欢 觉得咱们这儿山美水美 空气也好 那我就制度了 要说 利用这个去赚钱 那不就是把老祖宗 留下来的美山美景 给糟蹋了 那我可不干 这 不行了 媳妇 我盯不住了 我这 行 赶紧走吧 来来来 慢点啊 谢谢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苏师傅 谢谢苏师傅 真的是不舒服啊 苏师傅 改天改天 等一下 谢谢苏师傅 二选一 二选一 当然了 你要都选 那我也不反对 说句话嘛 别挡了个脸 不好看哪 再说了 您说啥 我不都听您的了吗 体检我不也检了吗 觉不觉得你刚才说话 有点重啊 重吗 我那是实话实说 尤其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尤其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就因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你这样说陈生里挺下不来台的 你还是我老婆吗 咋胳膊肘往外拐了 咋替她说话呢 你说什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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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开个玩笑 你看你看又皱过眉 皱眉容易起褶子 我是为咱家着想 陈胜利这人心机重 这么伤她面子 你怕以后她对你 对咱家都不理 我不怕 行行行 行了 你看你 你说到了我这把岁数了 我什么没见过啊 兵来降党 水来吐烟哪 她就是再大的官 我堂堂正正 她能把我这么地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她要是再敢打我媳妇的主意 我就跟她拼了 讨厌 你跟她拼有什么用啊 那我呢 不管我了 管 怎么能不管呢 媳妇最重要 为了媳妇 我也得多活两年了 这么着吧 我呢 跟你表个态 打今儿起 谁要敢欺负我 怎么着 我认了 谁要是敢欺负我媳妇 怎么着 我就跟她玩命 有嘴话舍的 跟谁也不能玩命 老苏 你为了我 为了咱们这个家 你好好的 我不管 你可不想着 不认得 你可不认得 爱你 你还要 你又恢复了 我得不认得 你可不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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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怎么不对的呀 这怎么不对的呀 这好像不对的呀 这不是吴老太太吗 你怎么回来了 赵 不是 刘婶 瞧你 连我的姓都搞错了 我是你隔壁的王翠 你看我这句 王婶 对 是我 这么多年了 还好吧 好着嘞 我兄弟没了 我就回来了 没了 多久的事啊 头两月 我兄弟他老不让我回来 这不 他一没就拦不着我了 我就回来了 那他儿子儿媳呢 不管你了 你每个月的钱 我都给他了 我自己有儿子 我让他们管 老太太 你 你别糊涂了吧 武剑 不是早就走了吗 是啊 武剑走了 去插队了 我算计着也该回来了 对 王婶 你烧点什么吗 我让武剑给你带回来 不不不 给我啥都不要 这听着怪吓人的 大姐 别说了 咱们回家吧啊 不 我的家在那边呢 我还得去找去呢 别别别 你的家已经到了 听我的啊 来 跟我走 到了 来来来 我都认不出来了 慢点啊 小心台阶 走 走 老爷 那个亮红色的 是什么 那是香港 漂亮吗 漂亮吗 漂亮的 好 老爷到时候带你去 好 人都到齐了 家庭会议正式开始 开始 对对对 我先问个事 我听说 爸当着记者的面 把城市里给强了 你还不知道吗 你老爸这脾气越冷 脾气越倔 你说还真是啊 爸以前也不这样 见谁都跟老好人似 你跟这一见面 不说话先笑 你什么意思 爸现在对你不好了 不是说爸对我不好 你再跟我说了 爸话话 行了 别闹了啊 说正事 这老苏今年 又是大寿了啊 怎么过呀 有没有想法 是这样的 我们商量过了 这回呢 就放在我们两家外 然后呢 你们什么都被操心了 我给你们露一说 别别别 这事我严重反对啊 咱们爸 这是六十大寿 这必须得严重的过一下 对啊 这事你们就不用管了 陪我来啊 我们就在迎宾楼 然后那是厨子 特别特别好 而且还有海鲜 我在想办法弄点五粮叶 茅台 是你想喝酒了吧 海生 我看这样啊 我的意思呢 就是别太麻烦了 咱们就自家人 在家里吃一顿 你们俩呢 就负责做菜 做饭 你们俩呢 负责抛腿 好吧 一切听你的 那就这么定了 听你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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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你这手艺从哪儿学的呀 这照相馆 真应该顾你当化妆师 我爸顾不起我 我们最近电视台啊 人手不够 什么事都对自己来 这么一来而去 不就练成了 来 看看 这 口红是不是太红了呀 不红 这太浓了吧妆 哎呀 这样才好看呢 跟电影演员一样 我这样还电影演员呢 你特别谦虚啊 我要是有你这么小的脸蛋啊 做梦怎么能偷笑 主持人又不是演员 这个业务好啊是关键啊 不一样 以前的广播看不见人呢 现在上电视了 还是要注意形象啊 天佑 哎 你说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呢 啊 这脸上一点褶子都没有 把我爸迷的呦 护士报道什么呀 哎 艳儿 一会儿啊 把那个你爸西装拿给他穿 哎 那自打结婚以后 那西装就压箱底了 哎 哎 你爸呢 怎么一直没见他啊 哦 下午时出去了 估计找汪叔去了吧 哦 去这么久 嗯 哎 头发怎么样 还不错 小朵啊 你别哭了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女同志哭了 啊 苏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自己 等下一个轮回 我们再见 哎呀 咱这慎得慌了 什么叫下一轮回啊 你这回你先休息好啊 啊 等休息好了 你找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的 条件差不多的 就成个家 你也老大不小了吧 哎 等有了家 我会欢迎你们全家 到我们幸福镇来 我不要 我永远也忘不了你 我下回也要找一个像你这样的男朋友 懂艺术 会摄影 还会像叔叔或者大哥哥那样照顾别人的男人 啦 不是啊 你条件这么好 你干嘛非得找我 好了好了好了 你嫂子 不是 你大嫂 不是 你阿姨 找我有事呢 先不说了啊 艺术 你别挂电话 我还有一句话 我记得 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你知道我生日啊 当然记得 生日快乐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我所有的情感 都在这份礼物中了 再见 第二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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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我投搜榴莲搜 什么叫第二搜 什么第二搜啊 好 我 我给二叔打电话 来来来来来来 爸 今天咱们拍个合影 把你跟美方说得近点 来来来来来 靠近点靠近点啊 来怎么办 好的位 一二三 茄子 好 好了 咱们说一下住酒瓷吧 谁先说 要说咱在按大厂来说 应该先是美方的 接下来是我 然后是你 然后呢是余俊 然后是春阳 然后是你 干吗呢 男尊女卑啊 咱们家可一直都是女尊男卑啊 今天必须得改改 是不是爸 谁说都一样 要我说呀 咱们家最辛苦的是美方呢 要不你说两句 行 那我先说几句啊 哎呀 时间 时间过得挺快的 我记得 我当年 进这个家门的时候 我还搭着肚子呢 没有想到 今天就成一家人了 没有你们对我的爱 我就没有今天 老苏 这个家 是你给我的 是你收留了我 我今天想跟你说 我爱你 我也爱你们 我更爱这个家 我们也爱你 生日快乐 说文件 接了开我吧 爸 我觉得这辈子啊 我最有限的一件事就是 去到了春雨 等来到这个家里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上门女婿啊 哎 总怕别人瞧不上 可是爸 您一直把我当成是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您教了我手艺 让我重新在这个家里 树立起了信心和地位 别的我也不会说什么 今天是您生日 祝您 身体健康 生日快乐 嗯 到我了是吧 爸 怎么就流失了呢 哎呀我还记得 连小时候 爸一个人 就拉扯着我们仨呀 都不容易 我们长大了 大了我呀 对不起 光热不受 那个 体检报告出来了 爸身体都特别健康 一切两个好没问题 看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只希望爸身体健健康康的 跟美风啊 信心复复的 就足够了 是不是 爸 生日快乐 到 到我了 老爸 我呢是最晚一个 进入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不过以后呢 我会加倍努力地孝敬您 孝敬美风姐 爸 我得感谢您 培养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儿 爸 我祝您生日快乐 孝口常开 我这刚说的好像都被你们给了 别说了 爸 我呢 看到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我这心啊 也就踏实了 如今呢 连我也都成家立业了 因为我们操了一辈子的心 接下来的日子 我就希望你跟美风 能够轻松 快乐 幸福地走下去 哎 哎呀 你慌眼啊 我都六十了哈 我记得当年来这个家那会儿 我还是个小火锅儿 我还是个小火锅儿 现在 我老苏第三代我都有了 啊 记得当年我拉持你们几个 你们还穿开裆裤那会儿 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 啊 啊 现在你们都 为人父 为人母 为人齐了 我好 今天啊一家人都团聚了 唯一呢 就是春来不在 我呢给他放了一副碗筷 他就全当 你弟弟在了 嗯 小时候呢 我对你的弟弟期望是最高的 因为他是个男孩子 我总希望他能出席 考上大学 现在也很好 嗯 报家为国 不是咱们家的骄傲 也是咱们家的 自豪 不是有一首歌唱的好吗 十八岁 十八岁 我参军到部队 红红的领长 迎着我开花的年岁 虽然没有带上大学销毁 我为我的选择高虎万岁 向您 谢谢 余俊 快去拿 爸 是不是春来来信了 不是 是吧 我回来的 说什么来什么啊 春来来信了 真是 真是 这还有北京来的包裹啊 北京 北京吧 谁的 给老爸的 来来来 给我给我 我得收好了 这晚上啊 你爸还得偷偷看呢 这怎么会偷偷看呢 这肯定是我的一个读者寄给我的 读者寄给你的 早不寄晚不寄 他知道你今天生日啊 这不敢巧了吗 那你敢打开看看吗 那看看就看看嘛 那我打开了啊 那我打开了啊 这是老爷 你这认识呢 会画画的读者不少啊 还真是在参加 我家拥的 我家拥的 〈了 老太太 没吃饭吧 来 吃碗馄饨 吃吧 吃啊 我都回来了 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这孩子就是他爹死的早 我把他灌坏了 我的老太太 你怎么还糊涂着呢 你别等了 他回不来了 赶快吃吧 我等武剑回来一起吃 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回不来了吗 这大会都开了多少年了 抚去金也发了 武剑他人不在了 他人不在了 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武剑帮人救火 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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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走吧 老太太 这是事实 你就接受吧 走 走 我走 我走 你吧 我借妈等你一起吃